新月幸福樂 你是開心的 你是幸福的 歡迎你來到 新月幸福樂 新月幸福樂 親愛的聽眾朋友大家好 今天很開心的想跟大家介紹 我們蔡教授又出了一本新書 叫做真我三論 印度靈性導師 拉馬那尊者 核心的教會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非常棒的一本書 因為這是第三本 然後我們再次的請到教授 來跟我們稍稍來講這一本書 在於在談什麼 來先跟聽眾朋友打個招呼吧 好 各位聽友好 我是蔡成心 是真我三論的議者 謝謝 是 對啊 那個 這一次特別講三論嘛 對不對 是 可不可以先跟我們講一下說 為什麼會再繼續出這第三本呢 好 這個我自從2014年出版的真我依我以後 是 一直就是想把拉馬那的思想 繼續傳播給我們台灣的讀者 是 所以我就選擇拉馬那的著作當中 最精粹的部分 繼續來出版 第一本真我依我是 一般的開術 拉馬那的生平 以及他的思想 概要 第二本叫西式珍寶 在去年 2015年出版 是把拉馬那的思想 教會 是最精粹的 他是一個信徒 把拉馬那所有的教會 最精粹的部分 最精要的部分 把它集合起來 成一個小冊子 我把它懷疑 就是拉馬那最精要的東西 給台灣讀者 第三本呢 是因為 剛好有一個機會 我有一個讀書會 所以有很多好朋友 都在網路看到這個讀書會 其中有一位讀者 看到我的書 因為他剛不久 從印度的那馬那道場去參訪 是 那麼 他本來不是跟拉馬那有所的 他是另外一個派的一個學員 那個 他們的導師帶他到拉馬那的大廠去 是 他在拉馬那道場 這個發現 拉馬那道場的人跟他講說 你要了解那馬那有三本書 三個小冊子 對 你必須要知道 是 那麼這位 這個朋友 有一會兒跟我見面 因為他要問我 整個於我的書的事情 是 他就把他的經歷告訴我 對 他說他到印度參館的時候 有人跟他介紹 有三個小冊子 那我就好奇問他 是 那到底是哪三本這個論文或小冊子 是 有一本 有一本叫真火 我是誰 對 因為兩本我忘記了 是 但是我心裡就有數了 大概哪些 因為我對拉馬那的注重 很熟悉 是 但是我也不敢確定 因為他沒有給我正確的答案 於是我就寫信給道場 問他 你跟全世界的參訪者 都推薦三本小冊子 是哪三本 他就給我回覆 就是三本 就是我在真我三論寫的這三本 一個是我是誰 一個探究真我 一個是靈性教導 是 於是我就去知道了 有這三個冊子 一般這三個冊子 有的是分開發行在賣的 那剛好那馬那道場 把這三個小冊子 也就收集成一本 叫做 簡單叫 Words of Grace 直接歡迎 叫做 恩典的話語 是 是 Words of Grace 我就知道有這一本 對 就如後至寶 那我手上也有這本書 是 包含了這三本小冊子的這個書 於是呢 我們就真的這個 紅座出版社的同意 請求 那馬那道場的這個授權 是 他也同意讓我們來歡迎 是 就接下了這個紅座的這個任務 把他歡迎出來 嗯 就是說 那馬那道場給全世界的 房友 對 的一個 推薦的入門的一本書 所以你要了解那馬那的思想 是 那麼 這三本小冊子 就是現在我手上的這一本 對 三論 就是你必須要了解的 是 是 這樣就翻譯出來的 哦 是 對啊 因為我覺得那個讀起來 就是非常的純粹 是 是 那可不可以請教授來分辨跟我們講說 這三本書 大概的那個重點是什麼 讓我們聽眾朋友可以那個 可以來進一步來了解 是 其實那馬那的教誨 算是很深奧 是 這三本小冊子 其實來講 他說給一般的這個 入門之書 其實 講入門是講得太簡單 對 因為他 那馬那的這個 這個 教誨的他的說詞 都是很簡要 是 但是呢 非常的這個 這個 不是那麼平易近人的 是 我簡單講一下 這個他第一本是 我是誰啦 因為他的教誨直接 來 看破 這個我是虛幻的 所以他要你 整個去瞭解 這個我整個的幻象的基礎 是建立在我 所以 我們好像是 秦傑先秦王 對 要把這個我先抓到 是 你才能夠談到 真理 是 其實真理本來是存在的 只是我把它 掩蓋了 對 所以把掩蓋的那個我拿掉以後 真理自然就跑出來了 對 所以他第一個要了解 我是誰說 我是誰說 它最重要的 這個我當然是 有兩個解釋啦 不過一般來講是講 Ego 對 夾我 但也可以從一個角度 找到以後就是 變成真我 這個真我是誰 你也可以這樣解釋 也可以知道是 夾我是誰 不過找到真我以前 你要先看清楚 夾我是誰 嗯哼 嗯哼 水落 石出 石頭要出來 石頭要出來 水一定要落 水要落下來 對 所以誓破夾我 那真我自然就出來了 嗯 不是說 你沒有誓破夾我 你就直接去抓真我 不是這樣的 是 所以我是誰 基本上是這樣的 Ego 是夾我是誰 所以這個是他 那馬那教會的一個 可以說是本體的 中心的宗旨啊 是 那麼怎麼樣去抓啦 怎麼去找到這個夾我啦 對 這個他的這個方法 就是以貪救真我 來告訴你 你要去貪救 是 所以貪救真我就是 因為要找到 我是誰的一個 執行 健行 實施的一個辦法 是 所以要你去貪救這個 所以這個貪救真我 其實就是貪救夾我啦 他就咬我的 到我的 結果了 真我就跑出來了 是 那麼 第三個呢 是靈性教導 是 另外一位信徒呢 額外呢 對於 那馬那的 對 這個教會當中 對 他的這個靈性的 一個指導 這個 啊 因為我是誰 跟貪救真我 是比較理論面 嗯 靈性教導 比較屬於 實務面 對 譬如說你怎麼樣 這個 療悟以後啊 你怎麼樣是 他的生活是怎麼情況啊 是 在家居士呢 他的生活應該怎麼樣 這個比較實務面 所以對那馬那教會的 也有一個補助的一個 作用 是 所以這三 策 三論啊 都是過程的那馬那教會的 一個核心 是 是 嗯哼哼哼哼 欸那個可不可以請那個 就是 教授來跟我們 講更清楚一點 就是說我們一直在 就是常 一般 一般可能 一般的讀者可能說 真我 真我或者是 自我好了 真我還是有一個我啊 所以如果我把 譬如說自我消滅了 還會有一個真我的我嗎 不是那個我到底是 是 對對對 那個真我 是 自講真我啦 這個文詞啦 對 其實是沒有個我啦 對 概念上不是我 但是因為我們要 講到 那個東西 對 所以我們用真我 因為他用self 大寫 S-E-L-F 有的翻譯自信 像那個回到我心中的 對 這個作者 翻譯自信 那麼有的翻譯真如 真我 這個是文字的 這個 文字帳 不要太 不要以為 看到文字是真我 就有一個我 對 真我只是一個名詞 它是空無無的狀態 它根本沒有我 它是病 我們病有的翻譯存在 在 那病就是真我啦 就是說 這個真我是一個 生命的一個真實的狀態 你生命的真實的狀態 也就是真實的你 因為我們要對話當中 都要談到你我怎麼樣 但是我講你的話 就好像說你一個人 不是生命真實的狀態 你生命真實的狀態 就真我 是 那麼假我就是 這個 你個人的一個 我的概念感知 因為我們講話講說 我要怎麼樣 對 像你說我要喝水 對 我很疲倦 那個我就是 我這個人很疲倦 這個我的概念跑出來了 這個就是 好像 這個就是 有一個 具體的一個身體 body 對 或者我在哭 我在快樂 這個是mind的運作 emotion的運作 好像是真實存在 是 這個是我 是 我在哭 怎麼 這個是假我 是 所以他要你看破說 這個 我 這個人 其實 是虛幻的 所謂虛幻就是 他會變化 嗯 身體會生老病死 是 你的 喜怒哀樂會變化 是 前一刻會悲傷 後一刻會快樂 前一刻會快樂 後一刻會痛苦 嗯 你的mind body 都會變化的 既然會變化 那麼印度人就認為他不是真實的 嗯 嗯 既然不是真實的 那麼就把它看成虛幻的嘛 是 比如說我們現在在 這個訪談 對 真實的嗎 但在此刻是真實的 但是呢 半個小時過後 這個訪談會結束 嗯 我們知道他會結束 是 就把這個 虛幻的意思就是 好像一場夢 一場遊戲 對 它是過去的 是 這個我呢 要被你抓到 說 你概念的body跟mind 對 是一場 夢 一場遊戲 一場 過往的狀態而已 是 一場 前流的 過程而已 嗯 既然這樣的話 你此刻的這個執著 你會覺得好笑啦 因為你下一刻啦 從痛苦又變成歡樂 這一刻的歡樂 可能會下一刻變成痛苦 也不一定 是 是 所以你看透了以後 就說 因為這個我是在執著現況的 這麼短暫的事情 那曲部是很幼稚的嗎 是 我被我自己啦 玩弄了 是 好像是這樣 可是你發現 你一生都是這樣的 我被我自己的玩弄 你不甘願的 是 你要找到那個真正的 不被玩弄的東西 是 不被擺 擺弄的東西 嗯哼 嗯哼 所以你看透了以後 那個看透本身 奧修叫做very understanding 是 透徹本身就是真我 因為我有真的才能夠了解假的 是 你為什麼看透那個是虚幻的嗎 那表示你的生命當中有那個真實的 會讓你看透那個虚幻的 如果你的生命當中沒有真實的 你怎麼會看透呢 看透本身就是真實啦 是 看透是一個力量 是 所以常常說他叫我們要探究 探究的時候你不斷地去探討 嗯 那個痛苦的我是什麼 是 你探討了 你成熟了 那個探討本身就有力量 是 那個探討本身就是真我 是 就變成真我了 探討本來是動詞喔 探討到的結果探討本身 就變成名詞 那個名詞就變成真我 就是探究真我 是 那麼我在我的導讀當中 對 在這方面有寫了非常這個精密的這個分詞 是 這個我建議讀者把這個好好的看 這個我想 這個 我能 我寫這個導讀呢 是 就是從 拉瑪那的這個好多個這個信徒當中的論文啊 對 當中的多斯波簡啊 我才能夠了解的 我不是直接從拉瑪那當中了解的 是 我從拉瑪那的周邊的信徒對他的解釋 然後呢 好像我就萬由歸終了 是 是 其中呢 在這個 我的導讀的是7月呢 我引述了一位很有名的學者叫哈希 路德博士的一段話 對 他才講得最多啦 這探究真我呢 是注意力從感知啊 移轉到感知者身上 呃 從感 從怎麼樣移植到 從感知 感知啊 對 移轉到感知者身上 感知的 就是我們現在呢 對 我們人就是這樣啦 我們的mind 我們的心思啊 是 想要去探究的東西呢 我們的感知呢 就是投注在外物 就是投注在那個探究者的身上 對 比如說我們要探究這個 呃 電腦或者這個物體 到底是什麼東西 對 我們的mind 我們的注意力就是 投注在那個物體上 有沒有 我們去研究那個東西嘛 這個就形成了自然科學的這個 發展有沒有 對 我們要研究 這個水啦 電啦 啊 這個機器啦 研究人的關係啦 我們的注意力一定是 投注在那個 我們要研究的對象的身上 是不是這樣 是 但是呢 印度人很聰明很有智慧 他說啊 生命的探究啦 跟自然科學的探究不一樣的 他那個投注啊 對 他的注意力呢 不是投注在所 你要投注的對象 他是注意力投注在 投注者本身 就是 投注本身就是要被投注的 是 那個要找答案的那個人啊 本身就是要被找答案的 那個說要擺脫痛苦的那個人啊 本身就是被擺脫的 是 這樣的話你懂不懂很困難了解 我們常常 我常常聽到有很多法師教人家 開示啊 說啊 你要放下 你要放下 這個話是無記於事的 是 你要放下悲傷啦 對 那個說要放下 比如說我說要放下我的憤怒 不 我說我要放下我的憤怒呢 我這個人是要被放下的 不是我要放下我的憤怒 而是我整個人要被放下的 憤怒跟我是結合為一體的 嗯 嗯哼 這一點呢 這個克里希那目的講的非常脫彻 是 當我有憤怒 我要放下我的憤怒 我放不下的 是 苦瓜跟苦是結合為一體的 苦瓜能夠怎麼放掉他的苦呢 嗯 我有當苦瓜自覺他本身是苦的 那苦瓜的自覺之本身就脫離了苦 嗯 嗯哼 我要放下我的嫉妒 我無法放下的 我有這個 說要放下嫉妒的那個人 整體被拋棄了 整體粉碎了 對 那個嫉妒那個憤怒才能夠整個粉碎 是 所以當我們要解答 要解 要這個 那個 尋求答案的時候 是 連連忘記了 是那個假偶在尋求答案 而是那個尋求答案的假偶 必須要被尋求的 是 這個呢 印度人常常 用 小偷跟警察來解釋 然後馬拉也解釋過 是 如果當有一個村子 這個 有點失窃了 對 那麼 那麼 就叫警察來 這個 做小偷 警察說好 我幫你做 他找騙了整個村莊 找不到小偷 因為警察不了解 他本身就是小偷 嗯 那個要抓人的 本身是要被抓的 是 好 觀察的本身就是要被觀察的 這個 克里希特目的講得非常非常脫色 我從克里希特目的當中 學了很多 是 那麼 奧西偉講到這個地方 其實呢 找答案 對 那個找者 找尋者 本身是要被找尋的 嗯 其實這個呢 在我們的這個王鴻民裡頭 這個 知良之態 就講到了 王鴻民 東國哲學上 一個最了不起的 最有智慧的人 他有一個 弟子 也會善養他的這個學說 叫王龍熙 王極 也講得很好 是 我 因為找人對於宋敏理學 有下方功夫 是 所以我也看到這個 魔中山 對於他們的解釋 也解釋得很好 魔中山曾經寫一本書 叫 《現象以物之生》 對 我們民國的這個大陸 魔中山 他曾經說到 所以揚民的良知 依照揚民良知的意思就是 知體明覺 知道的知 身體的體 明覺 明白覺知 知體明覺 良知就是知體明覺 這個什麼意思 什麼叫良知知體明覺呢 也就是知體 整個體是知為內容的 他在明覺他自己 對 這個就是 我愛名叫良知 這個也就是東雍講的時候 成己成物 成己就是呢 覺知他自己 就成就了他自己 這個物呢 是無物之物 沒有物的物 這個聽起來很玄 那麼 魔中山在這裡 他也引用這個康德的話 就是說 物呢 本身呢 他會 覺知在他自己 這物在他自己本身呢 就是一個智慧 是 這個物 這個物是知 知 能夠知其自身 這個知 就是智 智慧的知 所以有時候 這個羅曼娜講 病 在自己呢 其實就是知道自己 這個知不是普通的knowing 是這個了知物知的知識 awareness 覺知 能夠覺知 知 自己 對 覺知本身就是在 是 好 那麼這個覺知呢 這個 羅曼娜的一個 一個 信徒叫做 sadu om sadu om 他把它翻譯著 attention save attention 我在這個道徒裡頭也有這個 寫 就是專注 真我的意思 就是呢 當你的注意力呢 對 專注 注意力本身 注意力不是投注在外物 注意力投注在那個注意本身 動詞跟名詞結合在一起 嗯 這個是你的整個生命的注意力 就是 環圍到你的生命的源頭 嗯 嗯 因為我們一生呢 我們的 mind 心思呢 都被這個 ego 被我的概念呢 瑕疵了 對 對 寫詞啦 外面去 去奔跑 對 我想要得到某東西 就是我的 mind 被ego呢 寫詞啦 想要去得到那個物 嗯 得到 這個 ego 就快樂 得不到 ego 就痛苦 是 而你把這個痛苦快樂 就當做你自己啦 嗯 其實不然是你的這個 注意力 你的 mind 你的心思呢 被ego 抓住了 對 把你這樣哭哭哭哭哭哭 弄了你這個 回頭分辨啊 是 他意思 得到快樂 你就快樂 一個是這樣的 他有自私 自以為是 自私 自利 自保的一個本質 嗯 他有自有利益 自保的本質 對 所以自保 人家攻擊他 他馬上會反擊的 嗯 所以你罵我一句 我就回嘴一句 是 啊其實你的 mind 你的心思呢 是被ego抓住的 所以你會回嘴 嗯 你要得到你要的 得不到你會痛苦 是 就是ego在運作了 而不是你生命本質在運作 沒有 是你被ego 啊 靈戰啊 霸凌啊 但你不知道 是 當你知道你的 mind 是這樣被運作的 對 你都會知道嗎 一定是你 這個 注意到你自己 嗯哼 注意到你自己的心思 在怎麼樣在運作 是 你就發現 有個 i notion 我的概念在 抓住我的 mind 抓住到我的心思 我的注意力 在那裡哭哭哭哭 是 啊 發生到這樣子 結果你就注意到那個我嚼我 嗯哼 嗯哼 原來你的一生就是被嚼我所控制 是 哦 你注意久了以後 那個注意本性就是真偶 是 突起的時候 注意力還不是很明顯 所以常常還是被嚼我所凌駕 嗯哼 修行到了一度 這個 階段 對 那個真偶的力量會慢慢強大 嗯哼 假偶慢慢 人家的力量慢慢 就減弱 是 啊 其實呢 真我假我講來講心啊 說穿來不夠是你生命的能量而已 啊 是 因為你生命的能量啊 被嚼我整個一生都控制 嗯 等到這個生命的能量 偷離了 假我 我的魔掌 就變成純粹的能量 沒有假我來控制你 那個純粹的能量就真我的 全然顯現 這是我在這個導讀裡頭講的 這個在18夜裡頭講的 是 那麼這個 那麼它叫 就realization 就了誤啦 是是是 欸 那個教授可不可以請比較實際那個 就是聽眾會 就是剛剛我們聽的教授講的這個 我覺得是非常的精品喔 但是在實務上可能 那個聽眾朋友會有 就會問說 好我在當下我在跟一個人 譬如說爭吵的時候對不對 好 對 我就情緒來了 或是我整個人就摘那邊了對不對 對 所以這個是 對 我們怎麼樣在這個 實務上 生活上 來這個下授 這個就是說 請你啊 先講沒有事的時候 對 就 保持注意力 去注意你的心事在幹什麼 是 永遠要覺知自己 你在去看你現在念頭在做什麼 是 當有事的時候呢 你要注意去看 第一個說 你要說我在生氣 我在忌妒 我在耗敏耗利耗舍 是 當你一看到說 欸我在 生氣 我在耗敏耗利耗舍 一看到就抓住 欸這個我在 運作啦 我在激動起來啦 好 當那個時候呢 欸 羅馬拉沒有這樣教他 別的這個 教法這樣 您這個時候應該要 深呼吸 是 嚕嚕不動 不要動啦 因為你一動以後啊 就被我 現在我要牽著你 開始口舌啦 對 好 欸 我被你抓到 欸我現在在忌妒 我現在在 痛苦 因為他罵我 是 我現在要反 回嘴啦 對 其實是我在 要 counter attack 回擊 是 發現我這樣說 欸不要動 是 因為我一順著這個 那個我去動以後 就開始滑下去啦 對 就整個墮落下去啦 是 所以有時候 你教人家 深呼吸 人不動 嗯 在這個狀況啊 就 關到自己 是 就看這個我 永遠都看這個我 是 這個假我 看假我 在B上面浪啊 嗯 因為B上面浪 然後 就穩定下來 是 然後你就 第一步很重要 沒有錯誤的第一步 就不會有錯誤的二三步下去 嗯哼 啊第一步 把關把的不緊啊 就滑下去啦 洪水就 趴下來了 跪跌啦 是 不要給他跪跌 是 那怎麼樣 你發現我在 有這個 負面的言語 跟行為的時候啦 對 那個負面的 痛苦啦 要反擊啦 對 要 要耗命耗力耗舍啦 是 保持自己 路路不動 嗯哼 關照這個我 對 好 有事的時候這樣 沒事的時候啊 就 現在講 manitation啊 manitation其實就靜坐 對 來關照自己啦 manitation最重要是 關照這個我 看這個我的這個 mine再跑來跑去 就看到他就好了 然後 mine就慢慢會停下來 是 不是這樣做有事 就是 就趕快 自主不動 嗯 自主不動的意思 不是說 把那個 跑出去的心 把他抓回來 就是說 不再作為了 他自然就不會跑出去了 是 不跟著你走 我要 我也不作為 停下來 停下腳步 對 像這樣 喔 平常做成的公務 在宿舍上 那麼這可以讓你 比較少犯錯 是 是 但是 我們人的這個習性啊 這個 累世以來很深重 對對對 撞不住的啦 洪水一來啊 擋不住的 還是會犯錯啦 那犯錯的話 會後悔嘛 嗯 我們就教你 不要後悔 因為 這事不是你 一朝一夕可以 馬上成功的 好 我們擺著不悔 旅戰旅敗 我們旅敗旅戰 是 是 不算 全身就是這樣啦 對 至責太深 好 這一次 沒有抓住 又被他跑去啦 對 一次被他回嘴啦 結果又不堪收屬啦 對 好 我們注意這個 殘痛的經驗 下一次 我們要更加提防 事事有小心 事事有小心謹慎 是 保持這個 嗯 這樣可以 把我們過錯了 減少 是 不要自責自己太深 沒有關係 我下一次 我又要努力 這個就是人生的羞恥啊 對 不斷地反省自己 要求自己 但也不要自責太深 錯誤就給他錯誤 但是我們不斷地努力就是了 嗯哼 這是我的看法 是 所以就是我們在平常 沒事的時候 然後就要 就是要自己去 譬如說去那個 盡心讓自己可以去 呃 察覺自己的那個 心事意念 然後我到底在 在做什麼 我們要把他 對 我們要酸住他 讓他 對 不要 亂去 沾臉 或是什麼之類的 對不對 就是心不要讓他 亂跑亂痛 是 任性 不要任你的心性 這樣去亂跑亂痛 自己看著他 對 你看著他 心思就會慢慢慢慢下來 嗯 嗯 不會這樣哭哭 是 心性是以這個 沈靜為成熟 對 以任性為幼稚的 是 那我們連從幼稚到成熟的 階段 是 好 沒有事就是這樣 我們要 不斷地 看自己的 心思 對 好 看自己的身體 對 好 這樣 那就是比如說好 那我看住了以後 然後發生問題 我覺得 可能我們大家的頭腦 就會去邏輯說 那我會不會變得很 就是很無情 然後我周遭所有的朋友 都 都那個 覺得我怎麼 好像 就是 不動如衷這樣 會 會有這種狀況嗎 有沒有跟聽眾朋友來 來解釋 這個 這個 這個邏輯上的 推論是 是怎麼回事 這樣 當你越 安靜 越冷靜的時候 其實你的 心思是越親民 是 心思啊 就好像一灘水 對 它在 走皺的時候 就好像水混軸 因為水在那邊搖化 當你水沉浸下來以後 水會清的 就治啊 理治會 清明 所以當你安靜的時候 你看事情 你看自己安靜 這個安靜本身就是個清明 清明看到外面的東西 就更透明了 你會更理智來處理這個事情 是 這個時候 慈悲 理智 它就會出來 它自動會出來 所以在冷靜安靜的狀態之下 其實才有正確的 這個回應 是 正確的回應 就不會像 剛才你說的 冷漠啊 或是怎麼樣 是 如果你講說冷漠 那個冷漠 是對你剛才的 這個 多情 多慾 紛亂的反面啊 對 對不對 對 那我可以講 那個冷漠是好的啊 它沒有那個多情 多慾 慾望的慾 還有這個多紛亂的這個情況啊 是 這個時候你就會安靜下來 嗯哼嗯哼 所以 安靜自己 才能夠冷靜 理智的 還有包括 情感上不濫情的 適當的表達最外界的回應 是 這個都要變成 這個 你去注意你自己 開始 嗯哼 找到 就看到你的 假偶的 假偶的 妄為啊 對 你看到假偶的妄為了 假偶不妄為 那真偶就來帶領他了 不是有假偶在帶領嗎 為什麼假偶會妄為 因為假偶在當主帥啊 對 現在假偶被你看到了 假偶主帥的地位就掉下來了 真偶慢慢取代了 對 是不是啊 真偶一取代以後 他就會理智的 溫情的 對 和諧的來處理外物 是 那就跟你剛才講的 變成 冷漠什麼 是不一樣的東西啦 是是是 如果說 你講的是 會有這樣的話 那麼那會被認為 這個人是很冷漠的啊 嗯哼 誤著都會很冷漠的啊 看起來是說好像沒有錯了 有時候人家問他 他也沒有回答 嗯 他有他的生存的含義啊 對 是這樣 是 那那個再來就是 那個像坊間有好多好多的什麼修行方法 齁 然後那個 那馬那這邊有一些特別的方式嗎 還是說 那個 就是在 就是觀察 靜坐 這個 去觀察我們的 脈這樣而已 欸 其他的 那馬那有講的是 也是一般的 這個 非常簡單的 他叫你要適當的言語 適當的食物 吃東西 他不主張你要這個 災戒 怎麼樣 對對對 還有他也不認為你要出家 對 適當的睡眠 他叫你要過著一個正常 你現在現況的正常的生活 他不是鼓勵說你要出家 或者你要出書啊幹什麼 是 就是這個捷徑的舒服啊 嗯 那麼其他的這個教導啊 主要是這一核心啊 就是找到這個假偶 因為人生的整個痛苦 就是這個 我的假偶 我的概念感知啊 這個 載住了你的意思 是 這個龍頭啊 這個 這個結王啊 結頭啊 並抓到了 你大概就是成功的一半 嗯 再來下一半 就要有彈教中國的方法 不斷的 剛才講的 武士的時候怎麼樣 有事的時候怎麼樣 長期的去自己 自己 反省 自己 要求 這樣就是 嗯嗯嗯嗯 然後馬上的教導呢 可以試個宗教 他對個宗教的 修行的 行法 他也不是 這個 否定或是 拒絕說你不可以這樣 沒有 我多年這個 都是儀家了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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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談到儀家了很多東西 對 他也把它融合起來 他並沒有這個 反對人家這樣 嗯哼哼哼哼 他說 有的人說 欸我這個修儀家 是不是我就是可以誤導啊 他說修儀家也可以啊 那比如說 呼吸控制啊 對 這很好啊 讓你 因為你 人家罵你你很氣啊 你呼吸就叫你要呼吸控制啊 是 他也是教你 你可以這樣做 不過他有講 你單單呼吸控制 是不能夠誤導的 還要進一步往前 嗯 他沒有否定這個儀家的什麼呼吸控制 是 但是 他是 你要往前 進一步 是 好 所以他的教會呢 是可以適合各 宗教各宗派的這個 這個教導的 是 嗯 好那今天謝謝那個 蔡教授跟我們 分享 真我三論 然後是 洪洲文化出版社出的 謝謝教授跟我們 分享這麼多 謝謝 謝謝 拜拜 拜拜